你没看到 陆总看那个不然的表情 还没死啦 我太羡慕了 什么时候的恋爱能不能弄我呀 是吧 华董 我这边 怎么是您 华董对不然和陆森阳的动态了如指掌 原来是靠你一直盯着呀 孟总 您找我有何贵干啊 坐 我找你呢 当然是想请你与我合作 帮我拆散不然和陆森阳 好让华董对不然彻底失望 是 孟总 您搭配周章的来找我 就是为了让我拆散他们俩呀 不然看似不被华董弃中 但其实并没有完完全全被放弃 如果不然攀上了品上 那一敏德岂不是有了翻身的余地 到时候华董眼里更容不下我们一家三口 那您也不能挖华董的墙角啊 你不怕华董知道 婆婆年纪大了 而媳妇搭把手 怎么会生气呢 就算生气了 她也不能难我怎么样 倒是你 如果你拒绝我 我就会让陆森阳知道 你是华董的奸细 到时候 你就是一颗彻彻底底的废子 两害相权取其轻 你只要做好你的墙头草 两边你都能拿好处废 何乐而不为呢 孟总 您让我拆散陆森阳和不然 我确实是能力有限 不过啊 有个人可以帮助孟总 我听说 现在华董在调查 不然的死党秦巡 秦巡对不然的重要性 想必您知道 我当然会找他 但你 也是我计划中的重要隐患 孟总 一点玻璃 你知道 我肯帮你 不是为了你两袋咖啡豆的 您帮我解决孩子 在国外遇到的麻烦 我很感激您 这只是 我的一点心意 你知道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别拐弯抹角地耽误时间了 陆森阳 嘴很紧 我都拿出了陆总的旧照了 都没能打听到陆子齐 说点有用的 那你为什么要留下 不软的跟班秦巡 他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孩子 人帅最甜 正好 帮着店里吸引顾客 你当我这么久才找你 就是为了听你一句敷衍的话 你就算不想想你自己 也想想孩子的前途吧 要再这么跟我遮遮掩掩 我可不能保证 你女儿能顺利毕业回国 你女儿能顺利毕业回国 谢谢你的咖啡 把孩子好好培养成才